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林智英老师来 我们刚才听到非常精彩的是我们CD书里面的第八轨 林伍西高阿可夫在他的歌剧《萨坦王》的故事里面的大黄蜂的飞行这一段 我相信这个曲子应该是所有人都听过 但是也可能所有人都没有听过这个歌剧原版里面是由女高音来演唱的 我当初开这个曲子给你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由女高音来演唱吗 完全不知道 我事实上连这歌剧的故事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大黄蜂的飞行 因为这实在是太有名了 是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其实也很好玩 就是我们这计划当年其实好快了 一下就是五年半之前了 对对对 2016年的6月4号 我们那时候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举行了一场阅读普希经的讲座音乐会 那这讲座音乐会的话就是 它其实是我一个大的计划 就是音乐与文学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那我通常都是找比如文学作品中的音乐段落 或者是这一位文学家 他的很多作品如果被改成音乐作品的话 我们就来演一演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演了这一套作品 那曲目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也找到非常杰出的音乐家来演出 那成果也非常好 但是那个时候就想说 这个如果可以再演的话还有多好 就我们两年前又再演了 在台北演了一次 然后在香港大学演了一次 然后在香港大学的演出相当的轰动 自己讲 就很开心 所以那时候就提就是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说不定可以录音 没有想到呢 这四位音乐家也都答应了 虽然待会我们知道说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们就去年录了音 然后呢 今年呢出版了这个CD书 那之后还有音乐会 我们音乐会其实已经进行了一半了 那马上的话就明年还有最后一场 2月18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 首先我来问一下 慈欣老师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我每次做这个计划 比方说我参加各项节目的时候 人家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作品啊 用俄文来听啊 这好难啊 但我心里面都会冒出一个很困惑的事情 我就说 那你们是听得懂意大利文吗 对 因为没有人讲什么普契尼的歌剧啊 或者这些我们就很流行的曲调很难啊 那为什么一到俄文 大家就好像先变成就是说 我们好像要把俄文给学会 才能够来听这些作品 其实并没有嘛 对不对 对对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学生乐 我们知道说都要学意大利文 法文 那其实这个西方的这些作品 大部分也都是我们听不懂的语言来演出的 是的 为什么大家还是那么喜爱 其实就是因为本身他的音乐 跟那个语言的音韵的结合 其实就已经足够让人家很喜欢这个音乐了 这样子 是 我以前就是大学的时候 就是暑假跑去这个柏林去 就是上那个语言课啊 那我们班上就有一位美国来的女高音 他就是都唱过华格纳的一些歌剧 像是仙达啦 或者什么 所以他那个德文念起来 就很好听 很标准 可是我们一样是在初级班 最初级的班 就是他那个 就任何德文字 他在看念的非常的快速 可是他不知道意思是什么 但他一样是可以唱啊 就是说声乐家的挑战在于说 无论怎么样 你要先当九官鸟 反正你就是要把它 发音就是要唱准 然后尽可能唱就把它唱出来 但是不见得你每个字的意思都晓得 大部分的时间是不晓得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作为声乐家 就是说得到最大的赞美 当你演唱这些外国语言的时候 最大的赞美就是 我以为你会讲这个语言 所以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听起来好像很标准 很会讲 这大道理我们为了要演出 还是要去查字典 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没有查字典的话 其实我们也 大部分是不知道它在干嘛 是 我要跟他讲的是 这不只是林子英老师这个样子 你看说全世界的声乐家 都这个样子 而且他们也不避讳 比方说像这个 特卡纳瓦 卡纳瓦 他是那么著名的 理查史奥斯 这个玫瑰骑士里面的 这个女主角 原帅夫人 马修林 他不会得文啊 对 他直接讲啊 就是说我就是不会得文啊 然后我每次唱这个 要花很多时间 再去请德文教练 对对对啊 特别酸眼 而且内部剧德文 还真的是有点难度的 没错 不是莫扎特那种 摩迪式的那种德文 对对对 对对 但是就是一样啊 就他们也是需要这个 所以我觉得 应该说歌剧啊 之所以可以这个样子 在于说它是一个 综合式的艺术 就是说你如果 德文念得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你没有那个声音 去表现 那也是不行 对 所以就是它是声音 加上语言 加上什么什么什么 当然如果是有人是 每一方面都顾得非常非常好 那当然是很了不起 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你有哪一方面 就是你可能在语言上面 你不是母语 但是你的声音上面 还有这种音乐上面的表达 你都做到了 那其实也就是这方面的分 那可以补过去 的确是 大家之所以说意大利文 当然跟俄文比起来 比较简单的一个原因 其实不是因为说那个 语言上面有特别的困难 还是什么 其实最主要是发音 因为意大利文的发音 比较容易一点点 比较单纯 真的吗 对 因为母音它只有 R A E O O 5 5个 那不像其他 Pizza Mozzarella 对对对 Spaghetti 对对对 我也只会这三个 没有 但是你看 就这么单纯 看到就会念了 是的 对对对 那你看俄文就是 你知道你要先花一段时间 辨识那个语言的文字 这样子 对 但其实也没有太难 老师说大家讲 这样 但是就像我们刚一开始 放了这个大黄蜂的飞行 你平常面前听古典音乐的 你也听过这一个 没错 这是包括很多爵士乐 都在改编的演奏 对对对对 这是非常有趣 好听的 那我们这个作品呢 当初其实是一个 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文学跟音乐的 联合起来的发想 就是因为 这个普希金写了 这么多精彩的作品 然后他英年早逝 可是他之后 刚好就是这一批 俄罗斯作曲家 兴起的这个时候 所以他们就用 普希金的作品 写了这么这么多 精彩的这些音乐作品 所以当年我们演 那个音乐会是 至少我想啊 就是作为主讲人 我听得很开心 我想底下的听众 也是听得相当的开心 然后那时候来了很多 这个俄文系的学生 都称赞说 台上的这个演唱者 唱的真是标准 就是有点唏嘘 但是尽量 尽量 尽量唱标准 但是很好奇的是 就是那你当初就是 怎么这样准备 这个音乐会呢 我觉得这很好笑 因为我一直被骗了 我一直以为是说 啊我请了两位 声乐家好认真哦 然后得到这个 音乐会的曲目之后 他们就开始 去学习俄文 他发现我完全搞错了 就是他们自己 先去学了俄文之后 然后就宇宙给 他们一个订单 对 就高级他们两个人 真的就是很巧 在我去学俄文之前 我其实从来没有 接过俄文的case 我以前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我其实曾经修过 一个学期的 humanity 这个人文学 那我就那时候 就选了俄文 那其实 其实那一个学期 学完以后 我什么都忘记 我是音符考试 念的也念的乱七八糟 因为我们那个是 俄文老师了 所以他英文很不好 所以我其实基本上 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我跟你一模一样 就是说 我的俄文 也是在伦敦学的 那个 是不是同一个老师 他的英文很好 但是问题是 他就是沉浸式教学 所以就是到了 那个教室之后 他就只讲俄文了 我们那个老师 老师也是这样 对他就是用俄文来解释 俄文文法 对对 然后就 谁听得懂 就听不懂 完全听不懂 怎么可以这样教学 我一直很怀疑 所以我上了九个月的俄文 我还觉得说 已经快要跳了 我上了一个学期 我就放弃 就是考过 就勉强及格这样子 那时候回来 台湾当然很妙 一方面是 一直都很喜欢俄国音乐 那你就一直很有 这个想法 就很希望以后 能够有机会唱到俄文 那就不知道 就是环境就认识了一个 教俄文的老师 那所以就想说 那我要来好好学一下 这样子 那所以就报名 那我自己报还不够 因为我就拉了 罗俊颖老师一起去 因为两人同行 学费减便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比较便宜一点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去学 就没想到学没有多久 就开始原谱 就找我们唱这个东西 就完全没有跟你们讨论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我觉得一切是 普希金的阴谋 我觉得是他在 破话这一切 对 而且他也的确很保佑我们 对保佑我们 你看我们现在还有这个 荣幸能够上这个 迷成品的这个 Podcast节目呢 对对对对 对啊 我们之前做什么东西 都没有人找我们上节目 他做普希金 就有人找我们上节目 真好这样子 还是要说一下普希金 就是 其实这一次 我也是很推荐 大家去读普希金的作品 当然我觉得是说 对于非俄文读者 或俄文使用者来讲的话 大家要读的俄国作家 可能会先读什么托尔斯泰啊 就索尔夫斯基的 今年也是过两百岁生日的 因为这些 他们作品说实话 因为是小说 小说就翻译成其他的语文 当然还是会诗真 但诗真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因为普希金 他最强的 或最多的这个琢磨的地方 是在诗歌 对 诗歌翻译成其他语文 尤其是他那种 就是很讲究 格律跟押韵的诗歌 那就是会诗真 对 就比方说 我们请大家想象 你把一首七言律诗 或者是七言绝句 或特别是你找那种 对张非常厉害 比如李商颖这样子 沧海月明 朱油泪 蓝田日暖 玉生烟 中文我们读起来好美啊 文字好漂亮啊 这样子 声音听起来也很好听 这样子 你翻译英文呢 对 应该非常困难吧 对 大家想说 这是在讲什么 或怎么样 你没办法 像中文使用者一样 然后感受到那个意思 甚至就是 他每年中秋节 我们就是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卷 这十个字 觉得好美 就已经很难翻了 对 然后也是承载了 数百年来 中国人的 对中秋节的情感 对这两句诗的情感 可是你翻译英文 会有那个感觉 一直可以感觉得到 可是没有那个中文的美感 的确 的确 那普希金球 其实会遇到这个问题 在这种语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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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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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